嗯,蓝海湾都是洋房,大条路都是商店,火焰村全是老料,特技馆变不猛奈 那么问题来了,粉色的屋子在哪里呢? 我想来想去,好像只有新厂友了 那就是我眼前这种,今天就来挑战只用粉色屋子的屋子去接 哇哦,三级头呀,级草级草 度假到一来,给什么好东西我都是不意外的 毕竟来这儿的人,有几个是为了捡物资的吗? 好了,我的富婆套装只捡一夹,子弹还是得多捡一点的 牺牲几个人头没有关系,等我把货上买,剩下的敌人就都是我的猎物了 OK,形成这几栋粉丝的楼已经被我搜得七七八八了 科技馆的兄弟挺好了,一只携带大量火力的仓鼠正在靠近 记得给我狠狠的打呀 狠狠的打呀 哎呀,这真是上一层楼有一层楼的保镖呀 就这仨,科技馆尖不行呀 这两个脚不是复活了不敢下来吗? 嗨,还得我自个儿上去算 为了点战机,我容易吗? 看来这位当老六灯是专业的 骑马衣服有内娃儿了 痛快来了呗,快教教他呀 就说,科技馆有人发免费机票 我是你个管 嚯! 冰雪女王的火箭少女 确实有点东西 不是吧不是吧 她不会是在撞人机吧 她是真的小 前方有危险 难怪大家都喜欢来科技馆 这个事业无敌啊 这才多久就剩两个敌人了 哎好巧不巧 直接被我逮到了 看上去是一队 又好像是个怂队 那我就先冲了哈 只用森色物质的物质直接挑战成功了 我是三叔 下期再见 Yellow 比辰 比辰 比辰